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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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IONTIMES.HK 真是事實做英雄的 Switcher大賣了一陣之後 現在佔了這麼高 你什麼遊戲出都會賣到一些 是不是 如果你是有實力的遊戲 會更加好賣 加上現在 你看到陶鐵賣的時間 年尾 他們要回到過年 或者在家裡備年 疫情問題有少許上街 加上 小時候玩陶鐵 現在大了 我敢說 小時候很多人不懂得玩陶鐵 現在懂得玩 他大了 他們現在明白了很多遊戲 其實不一定要畫面很漂亮 最重要是遊戲好玩的時候 其實很多東西加起來 令到這隻陶鐵成功 我自己多玩兩次 我不是的 如果他好像剛才七雲說過 純粹 譬如阿妹不懂得玩 他也贏到我們 如果純粹是運的話 我不認為他會賣這麼多 是不可以出這麼多年 是不可能的 這隻遊戲根本完全實力 就是 譬如我玩幾天 我覺得不 我都叫他開始會玩 玩很好 我家裡玩十年模式 我玩十年模式 最後我結帳十年的時候 我拿到一百億 我開始拿到過一百億 我自己玩得不錯 我上網 因為他有一個Single Pay Mode 你如果有玩 你如果 你如果 噢 即是單打模 可能還沒買遊戲 如果你有買遊戲的話 你去看看 他有Single Pay Mode Single Pay Mode 就有一個網上 即是說你玩Single Pay Mode 的時候 那些人給你選一個 只是玩十年的 還有玩一百年的 只是玩十年的 你可以玩完之後 將那些十年的分 放在網上 跟別人鬥 有全國的Single Pay Mode 即是怎樣 你自己一個人玩 自己一個人玩 總之彎彎都是你 買和NPC鬥 OK 應該是 我不記得了 老實說 我沒玩過Single Pay Mode 我和老婆玩多 那個Single Pay Mode 網上Ranking 我又去看看 人家玩 排頭位多少分 他老美 排頭位幾個傢伙 一百四十幾兆 我玩十年 我玩一百 我玩十年 我 你說是瘋子 我玩十年 我以為自己玩得多好 不是很多 多四個零 瘋子多四個零 我以為自己覺得 玩了十年 我有一百億都多好 人家玩十年 有一百四十幾兆 那一刻我明白了 這隻遊戲 完全實力就是 底下 他今時今拿出來 是賣得回來的 或者其實我們分析 我們去分析 這個這樣的 譬如說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是把麻雀捧到很高的 其中一群 我們經常都認為 麻雀Gameplay的設計 是很完美的 要你首先會玩 很完美 這樣 喂 都說了 你想想 你想想 完美 然後你去告訴他 我的目標基本就是麻雀 那條線畫得多高 你想想 麻雀 麻雀就是在講實力至上的遊戲 不是沒有運氣的 但是運氣不會 如果運氣很絕對 那你就有實力也沒有用 那些遊戲 但問題就是 在麻雀很少發生 這件事 是啊 譬如你就算 那些牌 美麗 美麗 那些是不會輸給你的 一定是有辦法 一定是有辦法 很慘 這就是遊戲設計上 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讓 到底怎樣讓才不露骨 或者怎樣讓才會 大家都還能夠接受 就是說 喂 這樣也要讓 你不能這樣 等於我們 譬如我們這樣說 譬如我們經常用來比較的 戒機遊戲 譬如無論是飛機遊戲 那些電腦 那麼厲害 整個畫面都是子彈 你只是在下面 一格子 零形仔 在那裡 這不是說 我經常說 等於高難度的遊戲 找來玩嗎 另外一種很露骨的 洋賽系統 就是所謂後車 後車 一定是會快一點點的 快一點點 不然你永遠都不能追 淘添就是這樣 你後面的人一定會快一點的 我的經驗就是 我小時候不知道會是這樣的 什麼時候發現了 後車是有必要性的呢 我一開始就覺得 我後車很順暴而已 那你那個 留在後面 在那裡等爛爛 等到最後一個 等到最後一個彎 過夠你 那就完蛋了 一定是這樣想 不是 後來我們終於有一次 我們發現了就是為什麼 我們終於有一次 就是搞了一個小比賽 自己圍下去玩 就關掉後車 關掉後車 關掉後車會變成怎樣 關掉後車就變成兩個人去 時間陣 是啊 因為他 前面快的人 當然是有些理由 他才會比你快 那就變成純粹兩個人 分開時間陣 因為你完全追不到 完全追不到 後面那個人 只會越來越著急 然後就更加追不回那個距離 你有你跑 他有他跑 或者你讓他閘兩下 然後就已經閘到沒有位了 這樣就已經到了 到終點了 這樣 因為你沒有後車 你追得幾次 這個就是他 我覺得淘汰真是厲害的地方 或者說為什麼 這個左九間房 這個 製作者 為什麼這麼厲害的地方 就是 原來不是的 原來真的只有他一個人會弄的 有很多遊戲是這樣的 原來這遊戲是這麼難拯救的 這遊戲是這麼難拯救的 你會不會說